好,各位旗友大家好,这番旗是今天5月26号进行的世界女子团体擂台赛第五局的比赛 由黑芳吴一鸣对战白芳谢一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开局都是一些常规的下法,在左下方走了脱退定势 黑旗下方这个配置现在就是拆在这里比较多 实战黑旗也是下在这 接下来白旗在右上方点33定型 之后黑旗直接扳断,这个也是后续的下法 这样黑旗外面全部包扎住,接下来就可以发展右下方的潜力 白旗直接往脚上碰,在这里定型,黑旗扳,白旗反扳 黑旗如果说单粘,然后跳一个补的话,白旗拆 实战黑旗是打吃完之后再粘,这个地方都无所谓,差不多 然后再往左上方走了一个定势,黑旗也没有直接拆 而是往这大跳,这手旗也是非常大局的一手 接下来就可以扩张下方的潜力 之后白旗在右上方点刺 肯定是希望黑旗沾 黑旗沾的话白旗已经先手便宜了 实战黑旗选择反击,飞出 白旗跟着跳,先把右边这块旗巩固 那接下来这个断点还是相当严厉,因为黑旗两边都不活 所以说黑旗先拆,这样的话上面已经安定了 这里也就暂时不用管了 那之后的这个主战场肯定还是在下方 白旗不会让黑旗全部成空 AI的建议是白旗碰一个 因为黑旗搬的话,白旗反搬,黑旗外面还要继续补断 白旗可以往二路漏一个 这也是一个坐眼的要点 白旗比较容易做活 实战白旗往这儿掉一个,那黑旗就简单唯空 这里黑旗目数的损失比较有限 白旗这里凭空多出来一块孤旗 所以说黑旗以后还可以继续进攻 实战黑旗往脚上挤一个 问一下白旗如何补 粘的话就是比较看重脚上的空 那黑旗就可以在左边封锁 继续搬出,白旗断 因为白旗下方这样可子没有安定 所以说黑旗长一个在挖断的话是相当严厉的 这里白旗不好办 外面断点太多,旗也紧 所以说白旗选择虎在外面补 这样的话以后往外飞一个还可以把黑旗分断 不过之后脚上这里的定型 黑旗的木属稍微便宜一点 这个二路利就是一个先手 利到这一下不管是这个木属 还是说这个空里面的味道都会好一点 接下来黑旗往左边封锁 虽然说现在白旗脚上不用补 白旗气更长 但是以后白旗如果说想分断黑旗的话 这里的气被紧住 白旗还是要补 所以说这手飞也非常大 接下来白旗夹击顺势掏空 那第一杆黑旗可能想正一个 正一个主要是上方这个旗行还要继续补 而且就算黑旗补的话 还是有这个跨端的问题 所以说实战黑旗选择大飞 那白旗大跳出头 这个旗行显然也有跨端的问题 不过现在黑旗直接动手的话 时机并不是很好 因为白旗在左边还有些借用 白旗可以靠完之后再搬 黑旗反搬 白旗断打完之后 再往这一夹 黑旗就不好办 旁边这里的断点也多 旗也紧 如果说直接冲的话 白旗往这断打 两边都要吃黑旗 所以说实战黑旗先往这夹过来 那白旗肯定要补一手 那这个格局其实挺复杂的 左边这一带 双方有几块旗都没有安定 而且在中间这一带定型的话 都比较虚 就不像这个边边角角 都是能围到实实在在的空 那接下来 AA的建议是黑旗继续把上方这个旗形补好 这样黑旗的联络就没有问题了 实战黑旗继续往中间大飞 其实黑旗现在还是想对白旗形成缠绕攻击 因为白旗上下两边都不活 但是黑旗上面没有补的话 白旗这个时候跳完之后贴住 黑旗就有点麻烦了 首先旁边这里有这个斑断 外面也会被扳头 黑旗如果说直接在左边做活的话 那白旗再扳断 这里白旗先手连回 然后再往右下方联络 这样的话白旗两块旗都处理好了 所以说 黑旗最好之前还是补一手 实战白旗下的还是有些缓 直接在下方联络 而且还没有完全连上 那黑旗继续往上方跳 把这里走后 旁边这个跨段就不存在了 因为黑旗冲完之后点刺是先手 白旗这里要补断 白旗补的话黑旗就沾连回 黑旗相对来说比较厚了 那白旗继续跑出这一串 黑旗刺白旗沾 现在白旗的眼位就比较成问题 实战白旗再往上爬一个捞空 然后再长一个 这个地方白旗还是比较贪空 其实如果说往左边虎一个的话 白旗差不多已经活了 因为这个地方点刺 黑旗搬下来白旗拐住 点刺的话白旗还可以往上靠住 这样补 虽然说活得比较委屈 但是至少已经安定了 这样就形成比较平稳的一个局面 实战白旗继续捞空 同时瞄着黑旗这里的保卫 那黑旗阵头 接下来白旗冲 继续景气 黑旗这里也不太好补 直接虎一个的话 以后这里还是有断打 实战黑旗小尖 白旗虎一个 这边如果说白旗靠住 那黑旗就可以在左边这一带做活 上面这里沾的话就连不回去了 因为白旗这里还有冲断 实战白旗虎 黑旗点刺破眼 然后一路小尖白旗沾 黑旗顶住 补在这里 这个不太好 AI的建议还是黑旗补在上方 这样的话右边的空也就围住了 然后上方这个跨段也就不存在了 再跨段的话黑旗沾 白旗断黑旗可以打 这里全部连通 至于左边这里白旗搬出来 黑旗甚至于还可以断继续作战 总之 这地方黑旗就先不应该补 实战补的话白旗往上一夹 黑旗这里变薄了 顶住 黑旗已经沾不上了 沾的话白旗长 这里还是有断 那黑旗脚上这一块 现在就要忙活了 黑旗简单 爬一个就可以活旗 不过以后白旗拐下来的话 这里还有些搜刮 实战的黑旗先往脚上扳 然后往二路小尖 之后白旗靠出 现在白旗大龙还不活 黑旗长白旗贴住 想利用右边这颗残子 给黑旗制造一些麻烦 断完之后打持 然后白旗断打黑旗长 这个都是必然的变化 接下来白旗往左边小尖 其实左上角这里 黑旗的联络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如果说白旗挤一个点的话 黑旗可以往这扳 因为白旗断不掉 断的话黑旗可以沾 打持白旗跑不掉 气井 白旗断在上面 黑旗就往这沾 只是脚上损失一些木属 这个都无所谓 现在主要是看大龙的死活 实战白旗小尖 黑旗往上打 其实这个时候黑旗也可以 先往脚上送一个 这里送完之后再虎一个就可以连回了 白旗左边也就没有办法分段黑旗 实战黑旗往脚上打持 然后往这补一手 接下来白旗二路立 这一手旗掉了非常多的胜率 白旗还是应该跑出中间这颗子 因为这颗子一旦跑出来的话 黑旗中间这整块旗就变薄了 有各种断领 这个是白旗的一个机会 顺势也可以把大龙处理好 实战白旗立下去的话就太缓了 黑旗冲 先刺一个 接下来黑旗完全可以先把白旗大龙分段 然后往中间补齐 这样的话就逼着白旗大龙 去吃上方这几颗子 黑旗左上角这里的死活不成问题 挤一个往一路立就活了 如果说白旗先往一路打破眼再挤的话 差不多 黑旗左边也可以作眼 这里也有一只后手眼 不过白旗可以吃从上方这两颗子 黑旗可以这样下 实战黑旗往右边飞 那白旗还是长出来 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了 接下来白旗往左边点 那下一手旗黑旗单沾不好 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多送一个 多送一个白旗是连不回去的 直接沾的话区别就在于 黑旗以后紧气白旗一路立 这里还是可以保证联络 那接下来就看黑旗中间如何定型了 现在大致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往左边双 左边双的话黑旗从左边连 然后白旗就往右边连 这是一种 然后黑旗顺势吃住上方这两颗子 这样可能后续就要收关了 那实战黑旗往右边贴住 白旗就往左边连回 这样白旗两条大龙现在连在一起了 然后黑旗点过来破眼 这里冲断不成立 冲断的话白旗打出完之后冲 黑旗弃紧 顶住的话中间这里以后还有飞刺 包括白旗可以先打 打完之后这儿飞 黑旗也不行 所以说断不掉白旗 接下来黑旗往右边碰 这里黑旗下的非常狠 其实普通走的话 黑旗就往中间补一补 把这两颗子吃住 然后中间这些子全部联络 那黑旗还是一个小优的局面 实战黑旗直接碰进来破眼 然后搬 白旗靠住 黑旗左边收气 在吃住中间中间这两颗子 之后白旗点 然后黑旗挡住 那接下来白旗选择虎一个这个地方白旗的应对方式非常缓 白旗还是应该想办法在下方这里出旗 或者说直接往右边搬 这个地方搬完之后沾 一路打 然后可以往上打持 包括 先搬 先搬之后直接撑这个节 然后在下方段利用这里作为节材 白旗的节材还是挺多的 这个局势就非常乱了 现在看胜率意义并不大 主要看这里的一些定型 实战白旗虎一个黑旗长 然后白旗奔一个 那很明显这几手旗完全就是单关连回 黑旗也就联络了 中间完全没有后顾之右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旗的胜率也是下降了一些 接下来白旗往下跨断 这个是现在白旗的一个机会 就是瞄着黑旗左下角大龙 打持的话白旗反打 这个是白旗的意图 实战黑旗贴住 然后白旗打持穿下来 黑旗再往上冲 这里应该就是最后的战斗了 那白旗肯定要先补断 这里如果直接打的话 那黑旗断打完之后这里再扑 白旗的眼位是成问题的 这块旗说不定就损进去了 所以说白旗要先补 然后黑旗单瞻 这个地方其实挖也行 挖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思路 先把白旗大龙断开 然后白旗在右边扳 黑旗左下角这一块可以直接冲出来 这样的话白旗下方这一块被断 还要继续做活 那黑旗就在右边打 关键之后还是要看这里的定型 这样的话黑旗至少左边大龙已经连回去了 因为白旗顶的话这里 白旗顶住的话这里可以断打 那中间还有断 实战黑旗沾白旗团住 然后黑旗打吃完之后拐打 那这个地方白旗就跑不掉 跑的话直接就扳死 那白旗沾 黑旗往上冲 现在等于说黑旗下方的空 大部分保住了 不过左下角 现在大龙生死未卜 然后白旗右边这块也是扳死不活的状态 那接下来这个局势还是非常复杂 我们继续看实战 白旗搬下来 那现在黑旗倒是有一个思路 就是先往左边冲 这里的大龙还没有完全死掉 因为断完之后白旗下方这块旗也紧 要往外打吃 黑旗这里不是长 长的话白旗还可以继续冲 黑旗可以反打 反打完之后再打吃 这里就形成结针 这边是一个打结活 黑旗可以先开这个结 然后找结材的话 黑旗就可以利用右边 这些断打之类的 作为结材 总之现在双方两条大龙的性命 都比较堪忧 实战黑旗是猴了一个 然后沾 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冲也行 我们还是看实战 黑旗沾白旗往这补断 因为立下去的话黑旗就断打 补断白旗的意图 可能是想让黑旗吃 吃完之后滚薄 然后再虎一个 等于说先手补断 然后上方这个一路渡过 黑旗右下方还要搬一个连回 然后白旗可以在旁边补 这个是白旗的意图 实战黑旗靠一个 然后再搬过 那这个地方黑旗迟迟没有在 左下方动手 形成这个打结活 主要就是黑旗现在已经起了杀星 就这条小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黑旗现在就是想 直接杀掉白旗 右边巨龙 那如果能够成功屠龙的话 这盘旗也就结束了 跟左边这条龙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是黑旗的意图 然后白旗冲一个黑旗虎 之后白旗一路斑 这里如果挡下来的话 就形成结真了 这个黑旗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说黑旗好一个 白旗挤黑旗沾 那白旗沾反正这个地方还是个假眼 旁边有这个双打持 所以说黑旗要先沾 白旗打黑旗沾 接下来这个地方 白旗有两种选择 要不然就是像实战一样沾 要不然就是跳下去 跳这个的话 先被黑旗断 然后白旗双 等于说想跟黑旗搅上 或者说就上方这一块 两块旗 其中一块形成对杀 不过这个白旗 气势非常紧的 黑旗往二路飞 冲完之后断 白旗冲黑旗拐住 这里冲这个都不成立 这个紧不住黑旗的气 那这块旗死掉的话 白旗大龙全死 所以说这个跳下去 对杀不成立 那实战 白旗沾 黑旗就跳回 接下来白旗还是没有眼 那只有先往这儿作眼 黑旗冲进去 现在白旗 只有一只真眼 那黑旗这个地方要当紧 这个就不能继续冲了 继续冲白旗往右边打 这里沾的话连回了 冲下去再提两眼活了 所以说黑旗一定要团出 补齐 那白旗拐住黑旗挤 接下来其实 这个局势就不复杂了 黑旗的任务就是破眼 那白旗就是看能不能逃跑 接下来白旗往上走了一手 黑旗跨端 白旗再往下冲 黑旗打吃紧气 再沾 白旗往左边靠住 那这样的话 黑旗左下脚这块完全死掉了 不过这个就已经完全无所谓了 现在白旗大龙活不了 之后黑旗挖 然后再往上冲 这个地方也出不了旗 如果说白旗冲的话 冲过来 敌 黑旗打 白旗最多也就是 吃掉左边这三颗子 这个目数太小了 这样的话 形成屠龙转换 白旗就差得多了 那实战白旗 往上象征性的跳了一个 然后黑旗顶住 白旗就直接认输了 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布局阶段 还是比较平稳 双方分别在四个脚上定型 然后 这个 开始作战 就是从这个左边开始 白旗打入 然后双方形成大龙互跑的一个局面 然后黑旗现在左上角做活 白旗出问题的地方 主要是在这个左边二路里 这个旗走得太缓了 然后被黑旗先在中间这一带补 之后白旗跑出中间这一颗子 然后局势稍微有些乱 接下来黑旗也是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屠龙的思路 等于说白旗在下方掏空的时候 黑旗没有简单选择联络 或者说把左下角这个小龙走成一个打结活 而是直接脱肩 在右边碰一个破眼 最终击杀白旗通天巨龙 这一盘旗也是太精彩了 就给旗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